先带您来看到的 这个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 轻度台风莲花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距离台湾 而软比西南方的海面 还有240公里 不过这个轻度台风莲花 它真的是走得非常的慢 主要可以看到 目前其实莲花台风 每小时的速度只有9公里左右而已 但是跟昨天比起来 它其实真的一天走不到100公里 它的速度真的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由于在今天 清晨2点半的时候 气象局已经针对台湾 发布了路上台风的警戒 所以特别要提醒您 在路上警戒区域 有这些地方 澎湖 屏东 高雄 台南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再留意一下 这些地方要特别沿方的豪雨 要特别留意 这是路上警戒的区域 要特别多加小心 接着我们带您来看看 这个莲花台风 它的前世路径图了 我们从路径图上面 其实可以看得到莲花台风 它原本的目前位置 是在尔兰比的西南方海面 240公里左右 它一直往北走 但是原本预估 它有可能会很靠近台湾 不过现在还好 它是往西偏了 那这个往西偏过去的时候 其实它比较会靠近 整个中国大陆地区 所以其实它不会 直接接触到台湾的陆地 但是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其实它带来的雨量 也是不少 我们来看看 今天所累积的雨量的部分 目前其实雨量累积较多的话 是在台东达人这边 130毫米 还有屏东的满洲 以及屏东的牡丹香 这边的累积雨量 都已经来到了120 130左右了 还蛮可观的 要特别留意 雨势整个都是集中在 屏东跟台东的地区 但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气象局也针对了 好几个地区 发布了大豪雨特报 尤其是在屏东 跟台东地区的朋友 要多加留意 沿方豪雨还有滩方 另外豪雨地区的等级 也有可能会出现在 高雄还有华联一带 至于大雨的部分 其实整个嘉义以北 有没有看到 虽然说现在雨势都还好而已 但是其实嘉义以北 从今天下午开始 一直到明天 都会是雨势影响 比较大的时间 这波雨是预计 要到星期四的时候 才会慢慢地趋缓 不过好了 这个莲花台风 虽然只是个青苔 但接下来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更重要的 就是昌宏台风 现在在画面上 您可以看到了 其实现在目前 算是这个莲花台风 它是青苔 但是后面 马上又跟了一个 昌宏台风 这个昌宏台风 它是个中度台风 而且气象局 也不排除 明天就要发布海景了 这有可能 两个台风会重叠是十年来的第二次 而且其实昌宏台风 它的威胁 还有可能会大过于莲花台风 为什么 我们带你 从浅室路径图来看看就知道了 从浅室路径图上面 其实可以看得到 目前虽然说 它离台湾 还有1800公里远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9号台风 它会将在星期五的时候 就会略过台湾北部的海面 它的路径会往北边走 它还有机会会再增强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还算蛮完整的 所以气象局说 它其实结构还不错 所以有可能会变成 中度台 就会有可能长度再更提升一点 虽然说目前只是中台 但是要接下来 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昌宏台风 它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来看一下 目前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预估会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开始 将会影响到台湾 于是就会开始比较明显了 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朋友 另外10号星期五的时候 会是昌宏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 所以影响也会比较剧烈 但是要到了星期六 台风距离远离 有可能水气才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这个周末 其实都还是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都会有一点降雨 如果要出游的朋友 可能就要避开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了 但最后还是要再提醒一下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长浪的部分 主要就是因为台风 它有可能会从北部的海面掠过 所以在长浪的部分 在整个北部的海面 还有东北部的海面 都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最好要远离海边 以上是我们简里的这个台风姿势